品味电影回忆美好时光 欢迎来到葫芦娃小剧场第26期 我是光哥 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的是 妻子和女伴为了200万美金 不惜害死丈夫的电影 金氏狂花 看到这个电影名字 也许你会想到 雷德利导演的经典女性电影 《末路狂花》 同样是女性电影 然而金氏狂花的导演 却表现得更加大胆 威拉是标准意义上的性感女性 精致的脸颊 凹凸有致的身材 放哪儿都是女神级别的存在 而新来的水管工高琪 则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女汉子 经典的短发 坚毅的眼神 和脏兮兮的工人装 是一个看起来就非常帅气的假小子 对于性感的威拉 高琪这个新来的假小子 从进电梯的那一刻 高琪就盯上了这个性感的女人 而威拉 对于这个具有男性气息的假小子高琪 也充满着好奇 两人就这么一来二去 对上了眼 高琪的女性男子气息 硬是将寂寞空虚的威拉掰弯了 由于女性的关系 威拉与高琪的地下恋情 硬是没有被戳穿 甚至连被威拉的黑班丈夫凯撒 当面撞破 都没能怀疑两人的关系 就这样 两人的感情持续升温 性感的威拉已经沉沦在了与高琪的爱情之中 真是贯彻了异性是为了生存 同性才是真爱 而另一边 威拉的情夫 由于斯图的凯撒的两百万 被凯撒抓住 就是一顿胖揍 凯撒的血腥与暴力 让威拉感到了恐惧 她想到了逃走 逃可以 但是得有钱呀 威拉找到了高琪 靠着两百万的噱头 成功地将高琪拉上了贼船 而从小混迹在黑帮世界的高琪 也不是盖的 瞬间 就想到了利用凯撒与黑帮太子强尼的恩怨 悄无声息地偷走这笔钱 按照高琪的设计 凯撒通过威拉的口供 顺利地怀疑到了 一直对她不满的强尼身上 然而强尼又是黑帮太子 她惹不起 惹不起太子 钱又给不了老大 凯撒最后一定会方正大乱 趁机逃跑 莫名其妙地成为 威拉与高琪的替死鬼 计划是缜密的 钱也偷到了 凯撒也怀疑到了强尼 但高琪与威拉彻彻底底地 低过了凯撒的心狠手辣 钱丢了 交不了差 凯撒一不做二不休 抬手就杀了强尼与黑帮大哥 甚至还极为镇静地 将犯罪现场掩盖住 借用电视机 巧妙地逃过了警察的调查 凯撒的高智商与丧心病狂 让威拉和高琪彻底慌了 凯撒通过电话信 顺利地抓住了 已经乱套的高琪 而威拉与高琪突钱的计划 也败露了 钱是找到了 但是黑帮大哥和太子 都已经凉透了呀 而这时 寻找黑帮大哥的白毛来了 正当凯撒与白毛 焦灼不下的时候 威拉提出了交易 她帮凯撒作假证 躲过黑帮人员的追查 而凯撒则则要放走两人 机关算尽的凯撒 最终还是倒在了威拉的石榴裙下 威拉趁凯撒拿钱的时刻 逃了出去 高琪也正开了绳子 在凯撒与高琪的搏斗中 威拉拿起了枪 杀死了凯撒 电影的最后 凯撒按照高琪的计划消失了 浴室里 黑帮老大的尸体和丢失的钱 成为了凯撒的罪证 在威拉精湛的演技下 已经死亡的凯撒 真的成为了高琪与威拉的替罪羊 影片就简单地介绍到这里 下面光哥和大家聊一聊 女性电影 特别是女权电影 一直都是被电影人 不断提及的一个话题 电影《金氏狂花》 则用了戏剧的表达效果 抛开套路性的 女性电影讲述手法 让我们看到了 女性半边天的深刻意义 就像古话说的 最毒负人心 威拉为了她所期望的自由 彻底地狠独了一把 然而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不是有句话说的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女性 这个绝对的弱势群体 成为了一大批男性失败者 污蔑 凌辱的对象 自由 从来都没有被男性所冠名 最毒负人心 也只是女性绝境中 最后的倔强 美好的时光 总是短暂的 这次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期 我们不见不散 喜欢葫芦娃小剧场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赞 关注 评论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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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哦